大魔王神兵天将 辽宁南篮争冠如虎天翼 扬明收获重大的利好消息 或缔造CBA的王朝周琦都看懂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对于咱们广大的辽宁南篮球迷 也是非常关注的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终于是迎来了 那么辽宁南篮在今天晚上 将会迎来于北京首钢的一场 G2的季后赛 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回合 辽量这场比赛 如果辽宁能拿下 就将会2比0横扫北京而晋级到半决赛 但是如果被北京首钢扳回一城的话 双方就将会再度回到沈阳 去进行第三场的大决战 可以说这场比赛 北京首钢是做好了 背水一战的这种生死战的决心 而辽宁队呢 目前来看 他的心态是相对比较放松的 拿下了第一场之后 立于不败之地 球队第二场比赛 就可以去带着一颗平常心去应对了 那么不可否认 辽宁队在首回合与北京首钢的交手中 球队的三分球命中率投的很差 不到30% 但是依旧赢了首钢 十几分 对吧 这就导致 两支球队的这种明显的差距 就给显现出来了 如果今天晚上这场球 辽宁队投出了正常水准的三分球命中率的话 很有可能大胜北京首钢 所以说首钢想要掀翻辽宁的机会 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呢 眼下来看 这支辽宁队的整体实力 确实是远在首钢之上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辽宁队这支球队 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球队 因为我们分析首回合的交手来看 辽宁队完全就是在此刻 他们的首发五虎 首发五虎的出场时间都达到了三四十分钟 而替补队员 轮转球员不如北京首钢 人员那么多 那么这就显得非常被动 如果说你按照这种五个人去 长时间的消耗 透支他们 让他们高符合运转的话 可能打个一场两场还可以 但是如果说一直延续这种模式的话 很有可能让你的球队 完全陷入到一种被动 那么后期 你想要去争夺总冠军 就非常难 后期如果说你碰上像广东这样的强队的话 你再去五个人轮转的话 你是玩不了广东的 所以说眼下来看 让辽宁队很被动 那么辽宁队的这种五人轮换 究竟为什么会形成如此被动的局面 那么其实跟球队 目前来看 他的莫兰德这个点 长时间的出场时间 占据所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吧 莫兰德一场比赛 他需要打30多分钟的出场时间 他上场 福格就打不了 福格打不了 郭艾伦赵继伟谁都下不了 他们两个人就需要在场上坚持 但是如果说 莫兰德他下场可以休息的话 那么福格就可以上场 福格上了场 就可以让郭艾伦赵继伟 轮换着往下休息休息 所以说最终的决定点 还是在莫兰德这个点上 那么莫兰德为什么他一场比赛 上一场球打北京手钢 打了30多分钟 对吧 为什么呢 最关键的还有一个点 那就是在于韩兰德军 韩兰德军上一场比赛 他是因伤 是缺席了比赛了 所以说这就看出了 有一个优秀的 本土中锋的重要性 对吧 你有一个人能够顶替 莫兰德的话 让莫兰德下来 让整个球队的轮转 就都盘活了 这样一来的话 你的球队就从五个人的轮换 能够变到七到八个人的轮换 这就合理多了 但是正是因为 你少了一个本土的中锋 少了一个韩兰德军 导致福格出场时间 也大幅度压缩 成为边缘球员了 最终呢 七八人的轮换 压缩成为了五人轮换 就让辽宁队非常非常被动 所以说 想要改变这种根本的局面 必须要解决辽宁队 你的本土五号位的完吉 本土五号位 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 那么事实证明 大家都希望引进周期 相信周期也能够看懂了 辽宁队眼下这种困难的局面 但是呢 就目前的整个薪资空间结构来看 再看资金实力条件来看的话 辽宁队想要拿下周期的可能性 其实真的微乎其微 但是呢 就在辽宁大战北京首钢 G2这场比赛开打之前 对于辽宁队来说 却得到了一条 九汉冯甘露的好消息 那就是球队获得了 大魔王韩德军的神兵天将 他也是奔赴北京 与球队一起出征 这个G2的比赛 能否出战 目前来看还不得而知 但是起码随队来到北京了 而且赛前参与了训练 就暗示着韩德军 他已经无限接近复出 他的伤并不严重 即使是这场比赛打不了的话 那么下一场比赛 也是一定可以打的 所以说这样一个 重大的利好消息到来 让杨明在本赛季的 争冠之旅 无疑是如虎添翼 让辽宁南篮本赛季 有望去开创一个 属于他们的两连贯的王朝